欢迎来到这个本期视频,我是赵宏 那本期视频我们快点走进University of Virginia The McIntyre School of Commerce and Maths of Science in Commerce 这是丰尼加大学McIntyre的商业学院 商业学的理学硕士校 University of Virginia这是美国顶尖的世界级别的名校 但是张老师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 知道的中国的学生非常的少 我在之前的视频就跟大家说过 我没有说NYU不好 我也没有说南加大不好 我更没有说哥伦比亚大学不好 我而且非常喜欢哥伦比亚大学 NYU南加大和Duke 这些大学在中国留学生这儿特别的有名 特别的有名 有几个重要的因素吧 主要第一呢是地理位置的因素 第二呢是本身像Duke有昆山 包括NYU有上海 有很多的 不管它是分校还是设置的其他的分别的项目 那么其实在美国啊 美国人选择大学的时候 他有时候他的价值观 他的认知观 跟中国留学生选择是不太一样的 这一点呢存在文化差异 没有对一错 也没有好与坏 但是我们不能用我们的主观的价值 来埋没一所世界顶尖级别的大学 今天的Universal of Virginia呢 就是世界级别的 在美国的世界级别的大学 大家喜欢看排名 我可以跟大家说排名 Universal of Virginia 今年US News National University 全美大学US News排名24名 US News张老师认为在美国 但我代表自己观点 我觉得US News最了解美国 They know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他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不用这边给24名 不用打所谓的20多名的大学 是顶尖 不用世界什么美国前三十大学 是顶尖 就一点就够了 Universal of Virginia 是美国唯一的一个什么 大家可以查查 那个叫什么组织 UN什么联合国的一个 我不能说 可以看看联合国设置的遗址 美国唯一这一所大学 南世上Universal of Virginia 他的Entergraduate Business Program 本科的商科教育 2024年全美第24 Think about it 而且Universal of Virginia 有他自己的商学 叫做Dartan School of Business 是在美国以及世界级别的 咨询和管理学的名校 他跟Harvard University Universal of Virginia 跟Harvard University 跟哈佛大学 其实在商管教育上面 张老师如果说 在一定角度上可以相提并论的话 可能有人觉得我故意在抹黑哈佛 或者故意在吹绑Universal of Virginia 并没有 并没有 甚至美国前十几名的这些商管院校 你很难说谁比谁一定叫的好 金字在哪都发光 重点在于学生 你很难说 那你说哥大好 还是哥大好 那哥大好 还是芝加哥大学好 纽约大学好 还是男家大好 你很难进行评价 你说Universal of Virginia 还是Universal of Michigan的 Steven Rust上学好 你很难说 但是每个大学 在这十几名二十名大学里面 都有它的擅长点和擅长领域 哈佛大学的 哈佛大学的管理学 哈佛大学的以case based 按例为主导的教学的方式 也同样是Universal of Virginia 一直以来的理念 Universal of Virginia 它的教学方式 以按例为主导的管理学的名校 也是一所咨询的名校 这就是Universal of Virginia 所以这四首大学 值得被更多的中国的学生所了解 首先你非要说排名 排名也很高 对吧 联合国应该叫科广还是什么 唯一的一个遗址在美国大学 那个大学 我其实在录这些animation requirements profile和criticals的时候 我一般不给大家 不用给大家看这大学长什么样 但是今天在Universal of Virginia 这个地方 我给大家看一眼 这个大学 它的这个教学楼的样子 真的是非常有historical 有历史性的记录的一个地方 好吧 我分享不多说 我把这个屏幕切给大家 我们今天一会儿来走进 Universal of Virginia 福尼加大学 看到麦肯泰尔的商业学院 旗下的商业学的理学硕士项目 这个项目 不需要GMAT和GRE的成绩 可以进行豁免 而且他开给的是非常客带的学生 All right Universal of Virginia 这写的是UVA Universal of Virginia 麦肯泰尔的商业学院 他自己还有自己的 Darden的商学院 其中你看 比如说在项目program 这个地方 Business Analytics 他就写了 offer partnership with The Darden School of Business 也跟达顿的商学院 进行了合作 这两个是同属一个大学 男的学历都是Universal of Virginia 这是一个商业学院 一个是商学院 OK 我给大家看这个小楼 看看 这个真的是 这个Universal of Virginia 这个小楼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名 你想想想这个美报了 是不是有没有觉得 就感觉很多留学生心 虽然张老师不太喜欢 说真的 我是喜欢大沙漠里 大农村里待的 但是很多留学生 可能可以说 看到这种 这满足了很多留学生 做梦的时候 对美国迷向的那种 教学那种教堂 那种幻想 我感觉 我感觉是我猜的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好吧 我们一块来看这个项目 时间有限 我们抓紧哪来看 Metro Science in Commerce 你的本身已经在了的强项 as high-triving high-triving no-business major 非常快的学生 其实我再多说一句 在这个地方 program里面 你看 这里面 global commerce 这个项目 今天还是在停止的状态 然后这个 这个是hybrid 这个又是hybrid 就是混合制的 business analytic呢 也是跟 他搬到了 Washington DC旁边的Arlington 跟Dartan School of Business 合开这样 也是hybrid 他就 当然我录这个项目 他不给国际生 提供的这个身份 就来放签证 也就只有这一个项目 你拿到这个项目 对吧 拿到这个项目 学完这个项目 十个月的项目 商业学的硕士 理学硕士 你背后你的墙上 写的是 University of Virginia 写的是福尼加大学 那开玩笑 那就不一样了 真的 我怎么能跟大家说清楚 这个福尼加大学的能力呢 福尼加大学 第一 case base 以安利为主导 就有这个方式 第二 是一个管理学的名校 第三呢 就是他的这个historical 这个shardiswell 这个shardiswell 这个地方 他当时建造的时候 我忘了是美国 是Jefferson Thompson 还是Thompson Jefferson 哪个总统建立 他是唯一的一个 Un的那个什么什么组织来的 唯一一个遗址的地方 在美国 是一所世界级的名校 好吧 我不想在这儿多废话 这个大学 我没块来看这个校 The 10-month master program designed to build up on your citizens' strengths high achieving no business major 非商科的 也说是开给非商科的 学生 require the depth Brights and depth to the global college You need successful navigate business 10 months format full time So you get up F1 visa 你可以拿到学生的签证 shardiswell Virginia 在这个 在一个非常安静的 一个大学生里面 而且这个项目 还是SDM designated 你说国际生 毕业以后 还有延长的 OBT的工作许可 真的是什么神仙像吗 好像现在一句 网络上的名言 SDM的像 开给非商科类的背景的 还是SDM的像 还是跟商科有关的 商业学的理学硕士 而且 后面还挂着UVA的这个像 Universal Virginia 然后您才怎么知道 知道中国留学生 还很少 张老师跟他没有利益关系 张老师本着教育为目的 给大家宣传 给大家宣传宣传 而这边还有Special Special提出 你说这个项目 怎么越这种好的项目 知道了中国留学生 就越少了 Boss your career advantage with MS in commerce 所有留学生 挤了那些一年收你 十几万美金的 一打开班 100个班 100个人一个班 里面99个中国人的项目 反向留学 我不是说 你要说混圈子 张老师无话可说 但我觉得留学的根本目的 你是来美国这儿 开过视野 你打开一个门 100个人 99个中国人 人者见识 反正张老师觉得 那不是什么所谓的 diversity 好吧 Boss your career advantage with MS in commerce Master management design to a specific liberal art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 这个开展的本科是 liber art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s 你科学类的文理的这些学生 in just 10 months 十个月 这个非常基础的 可以把它理解成管理学的 理学硕士项 Solo business foundation valued by employers 得到非常基础的一个 solo一个稳定的一个上课的 这个商业的基础型的学科 然后你还可以specialize 看见 specialize 专注某一个领域 biotecnology 生物科技类的 business analytics 商业分析 finance 金融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你看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是不是搁在一起了 市场学和管理学 这个学校是一个管理学的名校 finance 金融学商业分析 你还有商业分析的分支呢 所以包括biotecnology 也是我第一次看见 管理学下面有单开 biotecnology OK Connect with 300 plus 三百多家公司 250,000 slamide worldwide 这个学校有25万的校友 你想这什么级别的大学 think about it 不是当老师过着一段 给他吹吹吹吹吹的 我真的很中肯 这是二十多名的大学 我没跟大家开玩笑 这是本科十几名的商学院 你自己琢磨吧 specialty trucks 就不同的分支 biotecnology 生物科技类的 business analytics 商业分析的 finance 和金融类的 和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四个分析 然后你们还有一个 global immersion experience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有一个 three week global immersion experiences democratic region war during the prosperience master 有三个月的 这个大学很注重 跨国的交流能力 一个是这个 你看一个这个 commerce 这个地方 现在虽然被叫停了 因为一些原因 我还不能说 大家可以自己去帮我看 好吧 有一个是 global commerce 这个项目 暂时今年还不招出去 exposure network 看看这个 在这个项目里面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region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cruiters visit mcintyre each year instead in search of exceptional employees 超过三百多家 regional 地区区域性的 national 美国国家级别的 international 国际上的 大的这种 招生的公司 recruiters visit mcintyre care services offers one-on-one consulting 一对一的职场的规划 care advising 职场的这种 给出的这个 五张 advice care affairs 一个职场的交流会 以及mentoring programs specially partner with help today programs workshops to help amazing commerce students discover pursue and achieve their unique career bages bla bla 你看又事实说话 97% 这个项目 with offers with offers within 6 month of graduation 毕业6个月之内 97%的学生 拿到了 工作的offer 工作的录取 72,000 US dollars average annual salary across program concentration 不同的 这些分支 加起来 平均下来 72,000美金 这个 这 Sharis Virginia 不是什么大城市 在当地拿到 72,000美金的 这个平均工资 而且是这种 一年 10个月的 commerce的项目 说明问题 好吧 说明他的教学质量 国家大学本身的 reputation的 口碑 68%的工作 是来自于 麦肯塔尔学院的 facility OK 我们来看 这个招生的 这个情况 class profile 我们先看看 大家琢磨琢磨 你自己能不能进 好吧 我们先看 他去年的 这个class profile 你看这张照片照了 亚裔很少 亚裔真的很少 美国人居多 或者其他种族的居多 有时候真的是 我张老师 有时候看了 有些项目 一打开门 好家伙 一百个学生 有一只 有学生 还没开学 他家里一个学生群 那一届一共 录了二百多个学生 就我在微信 新生群里 二百多个学生 他说他实在不要去 我不是反对中国人 我不是歧视中国人 张老师就是 堂堂正正的一个中国人 我再把 今天再严肃的 把这些事情说清楚 有些人老觉得 我在歧视中国人 我在反对中国人 那就是给张老师 戴帽子 胡扯 张老师就是一个 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龙的子孙 好吧 炎黄的子孙 龙的传人 好吧 我没有 我不是在这重摇 没外的 但是张老师 我觉得从教育的角度来说 如果一个项目 一百个人 这个班里面 打开门 九十九个中国人 教授也是个华裔 我觉得 这不是我所眼中 看到美国大神 应该有的 diversity 主族多样化 他可以把九十九个学生 搁到整个一个项目 几万人里面 算作国际生比例 但是我更想看到 是一个班里面 比如说来自中国的 国际上 可能占了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这是个健康的比例 来自于其他国家的学生 占了剩下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你也不能说一个班 之前还有一个 向美中 现在一个班 二百多个人 一百五十多个中国人 四十多个印度人 全班就一个美国人 那那那是来留学了的吗 然后上面教授 还是个华裔 他们怎么 要不然 他们直接把这班 搬到中国去开 还省得 省得大事 给我们的孩子们签证 还交着美元的学分 那在干嘛呢 对吧 所以我觉得 有些留学 有些事情值得思考 我没有任何其他的反对的意思 我只说 那不是我认为的 留学一种 应该有的状态 一百个人里面 九十九个中国人 那那那 反正张老师从来没经历过 我也不知道那是这种 什么感受 好吧 但有些学生 给我发过照片 实在是让我颇为震撼 颇为震撼 我还以为我到了 中国的大学了 好家伙 class profile 学生的去年 往年录取的情况 最像这种顶尖的大学 virginia 反而知道人傻 也很奇怪 不知道为什么 你看他来自于 多个方面的背景的 学生 经历和perspectives 所以 they can learn as much from each others as they do from 为什么我说 一个班里 一百个人 九十九个中国人 我觉得这流学 有问题 这个事情 你从别人身上 你是孩子们 是来美国留学 来学多元文化的 你从教授身上 你从教授身上 学的内容是一方面 你拿到学历是一方面 更多的是你开阔的视野 接触的试验 建立独立思考的问题的能力 来自多元化的思考的角度 来自 因为每个学生 来自于不同的背景 所以他在 看到一个问题上 不同的背景的角度 如果所有人都来自 同样的背景 或者相似的背景 相似的文化的话 做的一个班里面 他能产生什么样的 一个多元的话的 一个结果呢 对不对 这是违反 就刚才那个现象 是违反了 美国大学教育 这些本身 应该开出商圈 最基本的一个准则 每个大学 任何 大家看 任何一个顶尖的商圈 在美国 这是前30前50 他的MBA的班里面 都是国际生所占比例 最低的15% 最多的35%左右 这个区间里面 你见过哪个 美国前30的商圈的MBA 99%都是中国人 你见哪个美国顶尖 30的MBA里面 99%都是印度人 你没有 一个都没有 那为什么 有些英年之的硕士 弄成99% 都是国际生的 那为什么 有些英年之的硕士 弄成98% 都是国际生的 你看 所以学生 从他的身边的同班同学人身上 学到的知识 也是非常重要的 OK Well it'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we value each of the kids historically 从历史宏观的全面上来看 historically Holistically 我刚才我看成historically Holistically 从全方面的来看这个学生的背景 We know that we're selecting gradable half of the field numbers 我们来看看这个学生的这个情况 126个 126个班级 42%的女性 U.S. minorities 15% 19%的国际烧 也就是国际生所占比例 整个这126个女生 百分之十九 Entergraduate institutional representative 46个 来自于本科的不同院 想为什么这些数据重要 为什么这些数据会被列出来 为什么大学不直接说 我们这一班收了 150个人 99个国际生 设计这些数据都不给了呢 他为什么 为什么列出来 因为这些是重要的数据 这些是教育的根本的本质 大家从教授身上学是一方面 拿这张文凭是一方面 可你从身边的朋友 接触的环境 接触的整个的这个氛围里面 学习是另外一个方面 这不是从而为外 这是教育 有些大学的项目有点开了 实在是为了挣 为了挣中国留学生的钱 去挣中国留学生的钱 我真的不想点名这些项 39 undergraduate majors representative 来自39个不同的本科 已经很健康 126个学生 其中有来自于46个 Entergraduate institution representative 也就是说基本上平均下来 每个大学来到一到两个人 你非常 你看这个数据真的很健康 然后39个undergraduate majors 也说大家来自于不同的本科的专业 你才能 你作为一个商科经济学的学生 你才能听到身边的 比如学心理学的人 他们看待这个问题是怎么样的 学其他学科学 我不知道 学天文学的人 学教育学的人 学生物学的人 学科技的人 看着学不同的角度的人 看待这个问题是怎么样的 26 languages spoken 超过26种语言 在教室里面 平均的本科的GV3.2到3.8 所以你自己琢磨琢磨 大概的比例在这 好吧 这里面不同的分支 biotechology占了13% business analytics占了28% finance占了21% management和marketing占了37%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Universal Virginia是一所管理学的名项 Residency U.Citizens占了81% 你看国际生占了19% 一所美国的永久居民 和美国人占了81% 所以你自己做做state 而且这也很重要 你看美 就算是美国人 它也不能都来自一个州 美国50个州 所以你看state of residence representer有17个 大学知道这些数据matter 这些数据是重要的 多元化的一个学习的环境 Android每个学生都有 art history 文学历史的 生物学的 商业英语的 化学的 认知科学的 设计学的 经济学的 教育学的 工程学的 英语 自然科学的 外交事务的 全球国际学习的 历史的 心理学 政治科学 我就不一点了 media study 传媒体 媒介的 法律的 数学的 等等 大家来自于不同 背景才能在这个班里面进行交流 alright 那这个项目有一个很好的一点是什么 它可以weaver它的gmail和gmail的成绩 你看这儿 Tax requirements the gmail score is not required 不要求 to be considered admation to admation in commerce 只有在今年 这个今年 2023年到2024年 就今年 大家申请这一年 gmail和gmail score is not required to be considered to admation in commerce 如果你不提交成绩 当然你也可以提交成绩 如果你不提交成绩的话 他们会重点看什么 admation in commerce 你之前的本科的学术的能力 的gpa说白就是 and demonstrate it 你的展现出你的量化的能力 analytical分析的能力 以及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和写作的能力 也就是说量化分析和写作的交流的能力 如果你不想提交成绩的话 OK 托福也是同样道理 雅思托福雅思 这个地方托福只要100 但雅思要7.5 那显然一般大学都是托福100雅思7 那显然这个地方雅思托福占了一点点优势吧 可能相对来说 可能100相对来说7.5 我猜的可能更好考一点 要不然一般 为什么一般大学都是100个7呢 对吧 然后你看 如果你本科的学历 不是来自于英语系的国家 你才有提供的 你看如果是英语系的国家 underguided degree from college university outside the US and for those english snow related languages 以及英语不是他们的第一语言 这里面用的这个词是and 是以及好吧 不是or 这词诞是有区别的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t waivers 你看啊 Applicants whose primary english snow english and 这用的and 注意and和or 是有区别的 在这里面要求 and who have completed and who have completed an enterprise degree from the regional accredited united states college universities that include a minimum of two-year residences in united states it's not required to toffel l score 如果你的英语 如果你本科是来自于美国 united states college universities and with a minimum two years of resid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便在美国 已经至少居住了 两年的时间 你就不需要提供 托福和雅思的成绩了 哎呦 好像我看张老师个哈 行吧 application fee 85块钱 now refundable application fee ok 行了 我总结一下 就是光了光了光了 说了20分钟 我在这期视频里面 跟大家看了 第一 Universal of Virginia 总结一下 是一个二多名的名项 排名不重要 张老师出了多少年 今年排名一出来 哼 有些大学的学生 傻眼了吧 有些大学学生过来 跟张老师约咨询 免费咨询说 哎呦 张老师怎么办 我能不能转走啊 我当时看了排名进来的 这个网红这群叫有名 我进来了 我现在排名跌出前三十了 我说你跌出前三十 其实你也不用担心 过两天就回去了 因为但是 我从现在 你要知道一个教训 就是留学 你不能盯着排名看 像Universal of Virginia 这种大学 富尼加大学 你排到二多名 排到十几名 排到排到13名 15名 18名 20名 就是毫无影响 并不影响 这是世界级别的 顶尖的大学 Universal of Virginia 排名只是个参考价值 排名也只有 也仅仅具有参考价值 只参考排名 是对信息差的 一种无奈的让步 这是Universal of Virginia 这是个名项 第二本科的 商科的教育 达到了美国 第十二名的排名 也说极强的一个 商科整体的教育的素 一个是麦庆查的 商学院 商业学院 一个是 Dartan的什么 管理 Dartan的商学院 所以就证明了 这个麦庆查本身的 师资力量在这摆着 好吧 第三点 这个项目是开给 本科 非商科类的 非商科背景的 学生的 所以很多学生 其实来自于 中国的一些医院 学院 他是学经济学的 或者他跟商科 非商科类背景的话 就是他可以重点考虑 这个项目 你毕竟后面写的是 Universal of Virginia 名字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 这个项目 如果你不是要求 你提交 G-Mine 或这样的成绩 如果你本科成绩优秀 我觉得你本科成绩达到 3.5以上 在美国人的视角里面 就算是优秀了 你的数学课 英语课 和一些分析类的课程里面 你不要出现 B-或者C这样的成绩 基本上至少都是 B-或者A-这样的成绩 就你还是非常具有竞争性的 好吧 以上就本身是 Universal of Virginia McIntyre的 School of Commerce 及MSE 管理 10个月的这种 商业学的理学硕士的 向福尼加大球 每周五个大都免费的资金 时间 然后想联系到 可以给我发个信 firsttom.ass withhanesit.com 然后我们的微信 内容 P-3C-HX P-3C-RG P-3C-G-J 这一张本期视频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Millions of Chinese students learn at business schools across the U.S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them? Is it about learning and experiencing life? Or is it about personal growth and reaching career goals? Either way there are both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At Hennessey Consulting Group we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risks and possibiliti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we employ scientific methods to unleash their potential we work with students who are confident enough to see challenges as opportunities who spend their time learning how to build their careers for a brighter tomorrow who share tears and smiles worries and desires achievements and prosperities at Hennessey we support global talents active success and it's time for you to rise for a higher in fact thei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